六號晚上八點多 苗栗通宵下大雨雨是又急又猛 拱天宮外的廟前廣場霸積水 信徒們穿雨衣涉水而過 廣場上還有陣頭要表演 鼓都泡在水裡有熱心民眾 拿貢桌上的紅色大桌板幫忙排水 廟前廣場積水拱天宮廟裡也積水 廟方人員拿著掃把掃水 大家忙成一團 雨下得很大 廣場都搭起棚子了 雨水還順著屋簷從杆子噴出來 當下廟裡廟外有許多信徒聚集 大家穿雨衣 頂雨傘被淋得濕答答 下大雨還待在拱天宮 全是因為當時廟裡正準備要進行 白沙豚拱天宮媽祖年度競香結束後的開爐儀式 總幹事說幸好當時志工趕緊將排水溝的蓋子打開 將水溝疏通 積水才退 開爐儀式後來也順利進行 只是沒想到這場大雨又急又快 讓從來都沒有積水過的拱天宮 面臨千所未見的大積水 華氏新聞新聞人 林品星 吳少青 妙麗報導 觀眾朋友 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 CH52華氏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